桃園縣已經升格為準直轄市 縣議會在十五號也通過 桃園縣改制直轄市計畫書 桃園縣政府將在七月底前 承保內政部轉行政院 預計行政院在年底前核定 桃園縣將渴望在一百零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號正式升格 桃園縣議會在十五號 通過桃園縣改制直轄市計畫書 縣府表示將盡快在七月底以前 將計畫書承保給內政部 希望能順利在一百零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號正式升格 並利用兩年的時間進行業務重整 桃園縣副縣長李朝之表示 升格後的桃園縣將稱為桃園市 縣長吳智陽近期也將在十三個 鄉鎮市巡迴座談 聽取基層對升格改制的建議 而根據改制的流程 桃園縣政府擬定改制計畫書 四月已送交議會 議會六月通過將在送交內政部 並由內政部提建議 送行政院在六個月內核定 核定後在三十天內發布 並公告改制日期 內政部表示將跨部會演議 升格牽動的財政規劃和公職選舉 但由於這一次只有桃園縣單一個案 是否尋廣力大規模邀請學者專家 針對升格案內容進行討論 還要再評估 季晓鎮鼓梁 台北報導 在 august部會議會請學者說明